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锦囊妙记帮帮帮,我是你们的免费小编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会忘记这个登录这个电脑密码,对不对 那如何破解文件系统的这个登录密码呢 而不是说直接获取原密码啊,或者是说清除啊,重设 然后呢,今天我给大家支个小妙招啊,那我们如何在没有U盘和PE的修复关盘情况下呢 直接去重设或者清除我们当前的这个账户登录密码 好的,那今天我就给大家演示一次如何在没有U盘和修复关盘的这个情况下呢 直接去清除或者重设我们这个温期账户的登录密码,非常简单的啊 那我们可以一起过来看一下具体如何去操作 OK,现在就是说假如我忘记了这个登录密码,对不对啊 我试了好多次了都不行啊,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直接就是说在啊,我们这个电脑的下面,嗯,就是把它重启,OK 可以跟着我的这个鼠标镜头看一下,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在这里点击一下,然后呢,点击重新启动 嗯,是的 好,就是说在它这个启动过程中啊,它出现了这个界面的时候,那你要按那个机箱的重启键,强制重启 对的,是强制重启啊,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界面了 好的,这个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启动这个修复啊,推荐它啊,那我们就按这个确认键就可以了啊,这个时候的话它正在重新加载这文件了,对吧 嗯,OK 好的,那我们要耐心的等待一会儿,因为它在这个重启的时候呢,它会需要几分钟,对不对 好的 好,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你想要还原系统吗,那我们不还原的话就取消,对吧 好,那取消的话,它正在进行一个尝试修复啊,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分钟 那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好,这个时候的话,你要点击查看问题详细信息这里 是的,没错,我们把它往下拉下来,然后看到最后面这个 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去找寻它的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在文件这个地方呢,我们去到它这个打开啊,第二项 就是找到它这个文件存在的这个地方呢,那我们把它打开之后呢,OK 选择我们自己的这个系统盘位置,对吧,一般都是在C盘嘛,是不是 好的,那它的这个Windows系统的文件夹,那我们要找到这个System32,然后我们点进去啊 好,这个时候的话,OK,我们把这里选择所有的文件,对的 好,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它会出来这一项了哈,我们要找到这个SETHC,OK 我们把它重新命名一下,好,具体的话就是随意都可以啊,那我加一个8咯 好的,那我们继续再找一个CMD,OK 找到CMD以后呢,我们也是同样的重新命名一下 然后呢,它这个命名的话,你要把它改成这个SETHC 对的,没错,就是把刚才前面我们更改的那个文件 假的那个名字,现在把CMD这个文件名改成了这个 好,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继续把这个关闭掉,对不对 关闭掉之后呢,好的,我们就要去下一步了 现在就点击完成 好,这个时候的话它正在重启啊,重启 好,现在我们要按五次,连按五次这个Shift键啊,对的 连按五次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个界面啊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你要重新建立自己的这个用户名啊 就是NetUser,就是然后后面就是用户名嘛 那,就是你要使用的这个用户名,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我把它做成那个Admin的嘛 先用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啊,然后呢,就是在密码的话,你可以重新设 123456都可以,或者你想要空密码的话,你就打两个双引号就可以了啊 好,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你按确认键啊,按一下然后下一步后,它已经显示说命令成功完成,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我们关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进入啦啊,无密码进入了 好,现在已经进到我们的这个系统界面了,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回到刚才我们要做的设置那个地方啊 就是有一些设置是要重新把它完善一下 好,像你看像这个地方的话,它有一些命令,它是没有允许去执行的 好,这个时候你就啊,跟着小编的这个鼠标去操作就可以了啊 这个时候,好,现在我们把它点击一下应用啊,确定一下 然后的,呃,你确定完成之后呢,在下面这个步骤当中啊,你要看一下 就是说,呃,因为它有一些是不被允许的,对不对啊 现在你看,呃,勾勾选之后的话,就是它这个应用是可以的了 然后的话,你点击确定之后啊,一会儿你还需要更改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啊 更改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就是之前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呢,是叫cmd的 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更改回来,更改回来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文件 就是SET,啊,HC的这个文件夹的这个设置,你也需要把它重新编辑一下 就是它的高级设置这个地方啊,所有者这里你需要把它编辑 因为有一些它是,呃,没有被,这个权限没有被打开的啊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呃,你要把它完善一下 然后点击确定之后呢,我们再来,呃,把它的这个,呃,允许控制的这个地方啊 完全控制啊,你把它勾选一下啊,选择一下 然后勾选之后呢,就把它应用确定就可以了 好的 那,像这些的话,就是说啊,之前的这个文件名也要把它更改回来原本的 好,这个时候呢,已经搞定了,搞定了,搞定了,OK 那如果觉得适用的话,记得收藏哦 我们下一期见,拜拜 拜拜